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地线 让你变成立财Superman 今天的台股做一个大涨喷出 而且是在联准会准备要做 FOMC利率决策的前一天 那么相信现在看到节目的投资朋友 应该都已经下好离手了 可是在今天利率决策出来之前 我们认为要先来帮大家模拟一下情境 那么这个情境大家会说 可是今天都已经不能动作了 现在才模拟有什么用呢 不能这样子讲 因为今天利率决策的决议出来以后 对于后面的行情走法 一定会有非常大的影响 到底是要降息 还是不升息 还是升息一码 甚至升息两码 这些状况到底对于后面的行情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上面 会来跟大家分享 一样邀请大家在我们的节目一开始 可以帮我们的影片点个赞 那么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 也欢迎大家在影片下方留言 在交易上面有想要咨询的话 也欢迎拨打我们影片下方的电话 团队伙伴都会第一时间来帮大家做服务 首先我们今天最重要的当然 就是要来讨论联准会今天晚上 是要升息还是降息 那么升息跟降息 绝对不是我们骰个骰子 或是值个硬币 人头就升息 不是人头就降息 没有这么的简单 现在的联准会 其实是面临到了这十几年以来最痛苦的一次会议 为什么最痛苦 因为联准会现在面对的是一个三难的问题 已经不是两难问题哦 如果只是两难问题的话 可能你还在中间稍微做一下权衡 做一下取舍 就可以有一个结论了 但不对哦 现在联准会面临到的是一个三难问题 而这三难问题联准会最后又会怎么样的决定呢 我们可以从过去一段时间联准会这些官员出来发表的谈话 以及从过去一段时间的经济数据里面得到一些端倪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昨天晚上的美股 在银行股的带动之下 又延续着反弹的动呢 那么科技股的表现 也是一样相对的不错哦 特别是昨天费半还在创这个波段的新高 所以记住我们可以看到市场的风险情绪在缓和过后 指数在这个地方 情绪又乐观起来了 那当然就是延续着上涨的动能 可是这件事情蛮不寻常的 因为在过去的几次经验里面 每次只要联准会要开会 其实市场大部分的情绪都是比较观望一点的 所以代表是什么 代表前一阵子第一个很恐慌 那你这个恐慌的情绪慢慢的平静平缓了下来以后 大家又想要去干嘛压保今天晚上联准会准备要开会 大家一方面有人认为说只要不升息就是利多 有人认为升息一马也是利多 不管今天怎么样的动作我们相信都会有某一些的讲法 大家都会把它解读成利多的因素 可是这代表股市一定会上涨吗 No还不一定还不一定 等一下我们后面把几个情境拿出来一个一个列出来 我们用最客观的方式做一下分析 那我相信应该投资朋友心里面都会有一些些的感觉跟想法 好啦那么其实现在联准会面临到的三难问题是哪三难 第一个打通膨 从去年一直到现在的问题就是通膨太高通膨太年 所以联准会第一个目标或者是他们面临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还要继续打击通膨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联准会要避免系统性风险的发生 这件事情我们不断的在强调从上上个礼拜美国的地区性银行开始爆雷 你看矽谷银行倒掉 第一共和银行被挤兑 但是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系统性风险发生的几率并不高 那当然我们也讲过说因为08年以后的监管机制其实已经做得非常非常的强了 资本失足率都有明显的拉升 所以金融的系统性风险发生的几率是真的没有这么的高 可是现阶段联准会当然还是要避免这样的状况发生 说真的系统性风险发生是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 为什么呢 不要觉得好像我们今天打一些空单或者是做空 我们就好想要赶快看到系统性风险 系统性风险出现以后 很多人要失业 很多人没有工作 经济出现大衰退 这个绝对不是我们想要去看到的一个现象 我们今天对行情看得比较保守 一定是基于今天股价的估值过高 而不是希望去发灾难财 那个太没良心了 所以今天我们一样是支持联准会要去避免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发生 所以联准会跟美国财政部在最近做的动作是正确的 他们一定要去避免金融的系统性风险发生 不然对大家都没有好处 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 联准会必须要撑住经济 什么叫撑住经济 要让经济快速成长吗 不对 不对 我这边也邀请投资朋友来跟着我们一起想一下 其实在过去的几个礼拜里面 市场的这个预期是一变再变 前两个礼拜大家还在想说 是不是升息个一码到两码就好了呢 那这个升息一码到两码之间的抉择取决于经济数据嘛 那后来经济数据出来也确实通膨真的比较黏一点 劳动力市场还是非常的紧俏 所以升息两码的预期是机率越来越高 可是呢 随着美国的这些银行开始爆雷以后 市场又开始想 那有没有可能就是不升息 升息零码好了 不升啦 不升比较好 所以从原本升两码变成升零码 等到情绪开始缓和下来 大家冷静了以后发现升一码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所以市场在这段期间里面的逻辑是非常非常混乱的 就算到现在 虽然市场的共识就是升一码 可是这个共识啊 它终究只是一个比较多人的一个想法而已 实际上面有没有人认为要升两码 有啊 花旗银行现在不就告诉我们他们认为要升两码吗 有没有人认为不升息 有啊 高盛告诉我们他们认为联准会不应该升息 有没有人认为应该要降息 有啊 野村证券告诉我们联准会应该要降息啊 所以市场的共识叫做升一码 可是其实看法有非常非常的多 从升两码到降一码都有码 都有码 那马斯克甚至告诉我们说联准会最好一次升息两码 各说各话 但是呢 联准会终究只会做出一个决定 而他们要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就是要去考量 他们要继续打击通膨 以及同时要避免系统性风险的发生 还要避免经济陷入所谓的硬着陆 也就是严重的衰退 这个撑住经济不是要让美国的经济 这样子一直蓬勃发展啊 快速的成长啊 因为你在整个经济快速成长的过程里面 你的通膨一定压抑不下来 你要让经济成长有两个面向可以去做 第一个叫做供给面 第二个叫做需求面 当你今天需求热络的时候呢 一个国家的GDP就会上升 他们的实质产出就会上升嘛 第二个就是你增加供给 那你增加供给以后呢 你就会看到这个实质GDP一样上升 你可以透过两个面向来去刺激经济 可是通常我们视货币政策为需求端的政策 所以如果联准会今天想要去刺激经济的话 他们只能从需求端下手 而从需求端去推动的经济成长 会伴随什么样的现象 物价上涨 这是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的 你想要从需求端去刺激经济 它背后的代价就是通膨上涨 好不好 物价会上升 所以联准会在考量了 要继续打通膨 那可能要升息 你要撑住经济 你不能升息升得这么快 你要避免新融的系统性风险的话 你就要维持目前金融市场的流动性 至少不会崩溃 所以在这三难问题里面 联准会到底要怎么抉择呢 来想一下 在这个月初 这个月初 上个月底的时候 联准会主席Jones Powell 是不是有去美国的国会参加听证会 而在听证会上面 他做了什么事情 他讲出在他这个位置上 能够讲出最鹰派的话 还记得吗 在一开场的时候 Jones Powell在整个听证会的一开始 就告诉我们说 我们有可能在接下来要加速升息 这已经是理论上 他能够讲出最鹰派的话了 好不容易鹰派起来的Jones Powell 他会在今天最后一刻软掉吗 我们认为几率比较小一点 他不会就是一次升息两码 这个对于金融市场带来的波动 实在是太大了 难以承受 但是你说不升息吗 这个也会有其他的问题 后面我们再来讨论 所以我们认为今天 升息一码的几率还是最大的 那么在所有的情境里面 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最后 整个联准会会做出什么样的共识 虽然我们认为升息一码的几率比较大 可是有没有可能降息 还是有可能 有没有可能不升息 也还是有可能 这些都是几率问题 就要看现在在开会的这些联准会官员 他们的想法 以及他们讨论的过程里面 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向 所以我们一样把所有可能的情境都列出来 我们提前先做好心理准备 当哪一个情境出现以后 我们就针对这个情境 去往后制定我们的交易策略 首先第一个降息 我们先讲降息 如果今天在凌晨凌晨两点的时候 公布出来联准会要降息 降一码 应该不会降两码 不太可能一次降两码 要降也是降一码而已 这个时候大家会觉得降一码是好消息吗 我们要告诉大家不是 因为如果今天联准会降一码的话 市场会恐慌 为什么联准会你要降息 你是不是恐慌了 市场开始担心联准会恐慌 如果今天金融市场真的没有问题 如果银行端真的没有问题的话 你联准会为什么要降息 所以如果今天晚上联准会降息一码的话 反而会让市场感到不知所措 因为他们会担心说 是不是整个金融体系里面 还存在现在还没有爆发 而在未来很有可能爆发的问题 你才要先去做所谓的预防性降息 甚至牺牲你要打击通膨的目标 通膨不打了 我们现在要赶快把最严重的问题先处理掉 在这样的情境之下 联准会才有可能选择降息 那么在如果今天公布了 联准会要降息 第一时间市场的动物本能 那个本能是什么呢 降息 流动性增加 QE 所以股价会立即上涨 在第一个情境里面股价会先上涨 这是一种条件的反应 可是你在冷静下来以后 市场冷静下来以后 在未来一定会去思考说 是不是经济衰退要来了 是不是还有我们没有发现的风险 这些东西就会定价进去现在的股价里面 所以如果一旦真的降息股市会先上涨 反应的是大家认为流动性开始充裕起来 没有这么激进的升息 可是在未来股价会加速下跌 因为你必须要去反应更严重的经济衰退 这是第一个情境 第二个情境 联准会如果不升息呢 这个几率还是存在的 我们认为降息的几率很低 但不升息的几率还稍微有一点点高 那么市场可能会把不升息当成是一种鸽派的解读 是一种联准会转向鸽派的讯号 所以第一时间动物本能又出来了 推动股价上涨 而且很容易推动的是什么 科技股跟金融股的股价上涨 科技股当然是受到了你利率降低 或者是利率不再持续上扬 那你对于估值的压力 就会相对的比较减缓一点 所以股价上涨很正常 再来金融股看到联准会终于不升息 松一口气了 好像破产的几率比较小了 所以金融股也有可能因为不升息而上涨 可是如果今天不升息 逻辑还是回归到了 你联准会到底看到了什么事情 你联准会看到了什么样的风险 所以你才决定不升息呢 所以市场仍然不会稳定 仍然不会稳定 未来的股价可能会是一个缓慢震荡下跌的过程 因为大家就会想 你到底看到了什么样的风险 而且你如果又不告诉我们的话 我们只能拆 所以市场会在一个不稳定的状态 而股价在高档又是一个不稳定的状态 那你能有什么走法 震荡向下 特别是景气循环股要特别小心 因为当今天联准会不升息的话 不就代表这个景气循环的股底 还没有出现吗 这个景气循环的股底 如果还没有出现的话 景气循环股是不是首当其冲 好吧 这是第二个情境 第三个情境 最有可能的情境 升息一马 那么升息一马的话 对于我们目前在看总体经济 或者是当前市场主流的一些经济学家的观点 会认为这是一个破坏性最小的选择 那为什么会是破坏性最小的选择呢 当然第一个 你彰显了联准会要继续打击通膨的决心 我们说过了经济数据 劳动力市场依然很紧俏 通膨依然很有粘性 所以联准会的目标就是要让物价稳定下来 而要让物价稳定下来的话 他们就必须继续升息 要继续做货币紧缩 那这件事情既然市场已经预期了 不就代表没事了吗 不对 我们还要去关注什么东西呢 关注会后声明以及会后记者会上面 告诉我们什么样的资讯 那无论如何 升息一马这件事情 它终究以客观的立场来讲 它就是一个货币紧缩政策 你原本跟联准会借钱要付4.75%的利率 要付它4.75%的利息 升息一马以后变成要付5% 没有人会说这个叫货币宽松 所以升息一马站在客观的立场来讲 它就是一个货币紧缩的政策 所以首当其冲的 股价第一时间的那个本能反应 有可能就会先走跌 有可能就会先走跌 特别一样 科技股跟金融股 逻辑就跟刚刚我们前面讲的 这个不升息 反过来就好了 那么会后声明 以及会后记者会 我们认为是这一次的重点 也就是联储会到底在看到了 现在SVB 矽股银行倒掉了以后 第一共和银行出问题 然后我们看到瑞幸虽然被并购了 但这个风险波动还是存在 联准会到底有什么样的看法 他们在未来要怎么去因应 有没有要推出新的政策 那如果联准会 一样要坚持打通膨的路线 被市场解读成鹰派的话 那股价在这边就会承受压力 所以无论如何 我们既然已经认为 升息一马是一个大几率的事件 我们也把情境都分析完了 那如果真的是升息一马的话 不就是跟现在市场预期的是一样吗 那么我们看完了会后声明 以及会后记者会以后 市场的焦点会回到什么地方 回到经济衰退跟通膨 也就是目前联准会认为 这个金融市场的 就是整个金融机构的流动性问题 是可控的 虽然没有被解决 还是很紧俏 但至少不会变成系统性风险 那这个时候 你就不需要太担心了 联准会都不怎么担心了 那我们担心也没有用嘛 我们也不能做什么 只有联准会能做什么 所以这个时候目光就会回到 所谓的通膨跟经济衰退 好吗 那么在最后的话 我们把三个情境都分析完了以后 我们还有一些数据要来跟大家做分享 这份报告是每银每银 每个月都会做的基金经理人的持商报告 也不能说持商报告 他们的一些调查 他们针对全球的基金经理人 他们目前手上的部位 多买了什么东西 少买了什么东西 然后来去做一个调查 这份报告蛮有参考价值的 基本上我们大概从几年前 从几年前开始 我们每个月都会看一下 那么在现在全球的基金经理人 他们超配的资产是什么 第一名 现金 基金经理人现在超级爱现金 那至于为什么爱现金 第一个可能有风险 第二个你说 银行的这些金融股的这些波动 会不会延续下去 有可能 有可能 然后我们也跟大家分享过说 欧股其实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 估值都是偏低的 所以全球的基金经理人 目前正在超配欧股 这是第二名 第一名是现金 第二名是欧股 那么低配的是什么 低配的是美股 所以基金经理人在这段时间里面 其实对于美股市比较没那么青睐的 所以美国股市现在股价相对的比较高一点 或者是最近出现反弹 很明显的应该不是基金经理人买的 谁买的呢 很有可能就是一般的投资人买的 而现在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过 美国竟然已经出现了所谓的金融的风险 金融的风险出现了 银行还有可能随便放贷款出去吗 不太可能 所以它会从一个信用扩张的过程里面 变成信用紧缩 而信用紧缩代表的就是市场的流动性 还会再下降 所以我们看到了 虽然很多的美股的一般投资朋友 在这里疯狂的买股票 可是如果在未来 你的消费慢慢的降级下来 你的通膨依然这么的高 你的实质消费的能力在下降的情况之下 你是不是必须要把一些资产变成现金 来去进行消费 所以全球的基金经理人在这边低配美股 是有他们的逻辑在的 我们看了全球的基金经理人 这些聪明决顶的人 他们在做资产配置上面 第一个超配现金 第二个超配欧股 而且低配美股 我们认为这样子的资产配置的方向 跟我们目前在分析总体经济数据是一致的 那么我们最后回来看一下台股 其实台股在今天上涨是非常明显的 我们也对我们的会员朋友是蛮不好意思的 因为前面这一段的下跌 说真的我们认为 这个风险应该已经要出现了 估值的修正也应该要开始了 但是我们看到了不管这些利空 而我们可能分析过了这么多的东西 这些风险跟利空也一个一个慢慢的浮现出来了 股市也真的在反映这些利空而下跌 但是我们随着各国的政府都很想要去救市场 你要避免金融系统性风险发生 所以股价就开始出现反弹 但台股今天的反弹远远的比美股 比欧股还要来的更强 真的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为什么我们会说对会员朋友很不好意思呢 因为说真的 我们当那一天风险发生的时候 跌到了跌破区间 我们认为这个修正应该还要开始 但事后来看的话 我们会很觉得 为什么不要在这个地方先做回补一趟呢 虽然这是事后论 可是对于现在在交易的投资朋友来讲的话 是比较痛苦的 比较磨人的 可是我们的观点有改变吗 不会 我们经过了前面的分析 以及我们观察到的数据 我们很确定的是 我们在总体经济上面的看法是没有问题的 特别是在前一波的高点 我们这波的高点 之前有一次创新高 那个时候是没有银行倒闭的 美国银行没有倒闭 但是现在台股回到这个位阶 15700点以上 是有流动性的问题存在的 所以我们目前的看法是指数不会过高 不会过高 当然我们在带会员朋友操作上面 我们也不会去凹单 一旦这个指数 你说它真的过高 而且站稳了以后 我们站在风险控管的角度上面 市场的情绪就是这么的 我们还是要去做好停顺的动作 那么在交易上面这件事情 我们不会百分之百正确 但是我们一定是去做我们认为最正确的事情 我们认为最正确的事情 我们的研究成果 而我们看到的这些经济数据 会让我们制定出一套交易策略 而这套交易策略就会应用在我们实际的操作上面 而在市场的交易上面是千变万化的 那我们也是蛮能够理解说投资朋友现在面临到的压力 那实际上面我们一样是要继续且站且走 然后根据目前最新的这些资讯 来去调整我们的交易策略跟投资组合 但我们能够保证一件事情 我们一定会去做好风险控制 就算今天的行情走法真的不如我们的预期 我们一样能够稍微对我们的投资组合做一点调整 所以这件事情我们的会员朋友也不用担心 团队一定会做出对大家最有利的一些做法 还有一些交易策略 那么接下来的话就是等待今天晚上联组会的利率决策了 等利率决策完以后 一定会有会后声明跟会后记者会的资讯 必须要去做消化 如果投资朋友不知道怎么去解读这些资讯的话 也欢迎大家可以进来我们的群组看看 因为我们都会把这些看法还有重点整理 分享在我们的群组里面 上面是我们的line 下面是我们的telegram都欢迎大家进来 我们里面的资讯都是免费的 那我们团队一样会继续帮大家追踪财经市场的最新资讯 还有帮大家解读总体经济数据背后的秘密 那么在最后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 也千万不要忘记帮我们点一个赞 你的赞就是对我们最大鼓励 那我们今天的分析就到这边 大家拜拜 拜拜 你想赚钱吗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18位专家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 从每天早上10点半到晚上10点 每30分钟就有一档最新影音上架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个不好 就是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